立法院长王金平十多年来最得力的左右手 也是立法院秘书长林锡山 金船违法投资被监察院调查 最严重呢他会被弹劾移送惩戒处理 今天王金平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表示 一切都交由监察院公正调查 立法院秘书长林锡山金船违法投资 恐遭监察院弹劾 每每在立法院院会总可以看到 坐在院长位置旁边的这位 就是院长的得力助手林锡山 看看林锡山的个人小档案 今年49岁 从1999年担任立法院秘书长至今 已经13个年头 可以说是立法院长王金平最倚重的左右手 如今却被监察委员调查发现 林锡山投资两家公司 持股超过10% 明确违反了公务人员服务法的规定 恐遭监察院弹劾 监察院该怎么处理 他们会本地职责来做最公正的处理 会影响人事的提名 现在都言之过早 现在看起来都连调查都还没有 连这个来询问他都还没有 谈林锡山违法 王金平强调事前义无所惜 极力撇清 只是跟在王金平身边十多年 林锡山若真的遭到弹劾停职 移送惩戒 恐将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因为先前旅船马王心结 若林锡山确认违法遭到弹劾 一向公施公办的马银九把刀砍向了王金平的自己人 只会加深马王心结 林锡山身份敏感 就连侦察院人士都说这起案件是烫手山鱼 毕竟立法院是台湾最高的立法器官 身负侦察重任的侦察院 谨定全台的公务人员也无违法 跟各大院会的关系一向紧张对立 如果此次弹劾案成立 立法院跟侦察院的关系势必更加剑拔弩张 澳雅卫视网桥志杨德成台北报道